上一次不是 上一次是一套電影的宣傳 今次是逆天奇案2的宣傳 所以就完全不一樣 但是掌援人 有誰不想上來玩 所以就 但是玩得開心之餘 又要觀眾看得開心最重要 但是你這套劇裡面是不是有很多那些 有些鄉少記的東西 這套劇裡面 因為我的身份是一個教授 所以是有很多專業的名詞 學術的名詞要背 還有因為監製嘉豪哥 不喜歡演員 擅自改對白 不然你就要配音 所以如果你不想配音的話 就要乖乖地背足對白 所以我也用了很多時間去鑽研劇本 過程中 林夏薇就給了一個很好的提示 他就叫我錄下他 錄下他在車廳 那就正確定了 因為我平時每一天都要駕駛一個多小時的車 起碼 所以就可以在車上播回來聽 一來播的時候又可以 就是不用看 你可以跟著來背 二來其實你錄一次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自己如果用那一把聲去演 究竟是剛剛數呢 是否感動到你呢 或者有沒有說服力呢 如果改了又怎樣呢 你自己可以從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去再聽 那就可以等於就真的好像排了電影 但是他聽到你聽到你好像為了這部電影而好 去減吃東西 就是少少吃了東西 是啊 因為監製叫我這部電影就要瘦一點 所以就減肥了 還有又不讓我做健身 那我只可以練水 但是又不可以做健身 就是不想我太健碩 那也不想我曬太陽 變得很黑黑實實 因為始終就是想電視劇 希望可以給觀眾很明確地 就是很快就可以進入這個角色 是一個知識分子 一個很有學識的人 那就想 就是想我在這個形象上面 都容易一些給觀眾去接納 瘦了都有超過十磅的 都有十幾磅的 所以都很認真去做這個角色 因為這個角色其實都很重 氣氛基本上都是由第二集開始 都一直去到尾 所以都希望可以觀眾都喜歡這個角色 你是不是一領一頓都不喜歡一頓 我減肥的時候 然後如果真的減肥我就會一日一頓 還有會生同飲食 謝謝你